还有我们所有福人社 国际福人社 这个3481所有的伙伴 各位你们的热心 我相信不是只有老天爷看到 也不是只有地上这些花草看到 我相信后面整大片的海洋都看到了 所以 所以 我在这边的感谢 不是用我感谢两个字可以这个表达的 但内心由衷的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诚恳的跟各位说声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馆长 谢谢馆长 大家早安大家好 看到这个场面从上面看下 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真的要感谢我们总监 我们赖总监 带着这么多大菩萨 来参加这次的重祝活动 那当然我刚刚听到总监在讲福人社 成立了一个原型 我想微微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爱仲素协会 还有我们爱仲素公司 我们成立了一个宗旨 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球暖化非常的严重 严重到 曾经那个联合国气候边先组织 他有讲 我们在12年之内 如果没有办法把温度 地球的温度的上升速度 控制让它不要超过1.5度 1.5度而已 地球将会有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毁灭性的灾难产生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成立了一个宗旨 就很简单 我们希望跟大家合作 透游跟大家合作 我们希望在全台湾各地 疫苗种树三千万棵 那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 为什么定三千万棵这个数字 我想有种过树人都应该知道 树种下去不可能 百分之百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纯罗粒 我们就抓八成这样就好了 八成的纯罗粒三千万棵乘以八四成多少 两千四百万 简单讲 我们希望爱仲素协位 爱仲素公司 透游跟大家共同合作 我们的这股力量 我们能够在台湾种下两千四百万棵的树 也就是我们希望 帮每一个人 帮每一个人至少种下一棵树 跟刚刚我们 那里总监 讲的观念实际上是不谋而耳 当然也要感谢馆长 因为我们在种树的过程当中 有个难的问题 土地在哪里 就算是我们有钱有工班 土地在哪里 没有人提供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可以种树的 那我们爱仲素公司 从南到北 从海边到山上 我们认养了很多政府的土地 可是我们认养都不知道什么土地 海岸 就是那个海岸边 我所谓海岸边是 比如说我现在这边讲话 海岸就在那个地方 那种海岸边 还有呢 那个垃圾场 还有那个 那个 以前那个殡葬地 就是已经 浮沫牵走的那种 浮沫用地 也就是说 大部分都是那种 没有人要去的地 我们生平第一次 在公园重视 我们是不是在给我们馆长 给他掌声 给他感谢一下 那刚刚 因为我们总监刚有讲 我们希望 348178 我们这个 海科馆这个 呼吸的地 通通都把它转满住 我们也希望 跟这个总监 一起来把这个 心愿给达成 好 谢谢大家 因为我讲这个 重庆就是需要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一起努力 重庆 护地球 但是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林董事长 谢谢 那刚刚您董事长有说 就是 地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次 特别感谢的 就是我们的政府单位 基隆市政府 所以我们现在 最后一位贵宾 我们也要请 基隆市府产发局的 蔡富宁 蔡科长 来为大家说几句话 有请蔡科长 各位贵宾 大家早 王家早 那今天本来 市长是已经有 答应要过来这边 但是因为他前一个 行程没有办法赶到 那这边 由我这边跟大家 致歉一下 但是也同时要跟大家 致谢 就是把这么好的资源 而且重要是把各位来宾 带到这个场域 我们也现在馆长提供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场域 那其实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是 透过一个社友 他打电话跟我求救 说他原本 我们预定在金山药的 送的地 好像不是那么顺利 那请我问问看说 基隆是不是有好的地方 那结果我就想到 其实海科馆本来就有 海岸富裕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资源 引进到海科馆 那也谢谢海科馆的馆长 马上就答应 让大家可以顺利来这边种树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地方不止只有海岸富裕 其实我们的海洋富裕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大家旁边这边是我们的资源 潮进资源保育区 那还有未来的一个海岸的富裕 都是要靠大家的双手 那今天 我们祝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之外 那也希望大家 在今天种树之后呢 能够多停留基隆 我们走走看看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 现在的肌肉应该很不一样 那我们的白天可以在潮进公园 我们傍晚之后可以到我们的和平岛 因为我们和平岛 这几天 最后两天 有一个很精彩的和平岛的光雕秀 可以去看看 因为刚好天气很好 可以去欣赏这个和平岛的光雕秀 还有愉悦会 那在此再特别的感谢大家 祝今天的活动与满顺利 谢谢